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做交代 经过大家同意以后 就开始来进行 因为这个案子 是我当时在提出来的 所以 通常提案的老鼠 提案的老鼠就要去把这个铃 去挂在猫的脖子上 大家就推我来朝礼研究大当 那么我也尽我的手指提案 也就是大当的出稿 在经过多次的讨论 然后才分开大家来进行 这个是我 针对责任贵属报告 作为一个补充 第三 我要报告的是 刚刚张环堂已经讲过 在1947 当时 监察委员 梁亮公 已经写过 研究 228的调查报告 那么那个时候 中央政府在南京 他是明台的监察委员 拍在明台的监察委员来调查 那是第一版 第二版就是 1990年代的行政院版的228事件 研究报告 第三版就是 这一次的 这个228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目前 这个 好像 因为今天是3月9号 228的这个纪念 纪念活动当过 那么在228纪念活动之前 像 我们这个研究报告里面 所 特别指出来的 就是陈毅森教授所写的 应该负 赤料责任的 啊 高雄事件的 啊 彭梦契 啊 后来 他的公子 就是他儿子 彭硬刚 曾经 写信 啊 给 总统马英九 那么 总统胡 总统胡 呃 这个 事务 总统胡的办公室的名义 发 这个 转给 呃 这个 中央研究院的禁食手 那么 也希望 他们做 呃 真相调查 那么 就我的理解 呃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真正 关心228事件 真正在研究228事件 有成的是 呃 呃 Scien food room 呃 Okay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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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呃 呃 交到那一邊,就沒有意義了 我也按來以前特別上網看 我們基金會的相關的秩序 那麼特別看到廖執行長 他曾經擔任說 彭韻剛 反對彭韻剛 這個 誣蔑 228受難家屬的一個 一個活動的執行長 那麼剛好 廖執行長目前就在基金會擔任執行長 也是228紀念館的館長 所以請有研究員幫忙轉達 所以我建議 是不是在啟動 第四波的 我暫定 就是228事件 調查研究報告 不是 228事件真相調查報告 真相調查報告 因為大家既然說 228事件的很多真相 其實這個真相是慢慢的出途 228事件真相調查報告 那麼 當然 這個 要做一個真相調查報告 那麼 我自己的一個理解 這個 在台灣 真正去做 真相調查報告 這個成果最多的應該是 是障原縣館館長 張原縣館長 所以 所以是不是基金會能夠跟張延縣館長張教授來討論是否在進行第四波的真相調查報告 那麼延續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的成果 在記題部做一個比較基礎的 講基礎其實是應該最早就要做 但是很多想法理想跟現實常常會有漏差 那麼開始做的是只是做一些官方的報告 現在這個真相調查報告當然也是要將來列入官方報告 就是我簡單拉拉扎 passes